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二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768集 风雪隐中沙 第二个跳 站在仙道殿前的国师啊,微微一笑,缓缓开口 但其话语刚说到这里,却是眉头一皱 不仅是他,王林也是转身看向远处 下方的修士中啊,不乏有人立刻察觉目光看去 一个个却是同时皱起了眉头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这么热闹的事情竟然不叫本王 哎,你们,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本王了 小红啊,小青,小白,小兰 你们给本王开刀 只见远处皇宫大殿的九门外 随着传送阵光芒的闪烁 走出了一群人 这群人当首者,是一个穿着花色长衫,手里拿着扇子的青年 他一脸愤怒,手里的扇子啊,快速的扇风,吹得头发不断的飘起 在他身旁啊,许立国面色苍白 撕在这里啊,就连双腿都颤抖起来 还有那青衣少年,同样苍白这里,更有恐惧 一把抓住那花山青年 几乎带着哀求的语气,连忙低声,积极开口 我,王爷,这里是皇宫啊 皇宫三个鸟,老子是王爷,你这奴才,给我去开道 那花山青年呢,很是不满 一把抓住那少年,将其向前推去 小红,把你去李府的威风拿出来 不要落了本王的名头 不然本王回去,让你好看 那花山青年呢,一脚踹在许立国的屁股上 许立国颤抖中啊,被此刻广场上数万修饰目光凝聚 咬牙中啊,他快走几步 做出一副豁出去的样子 但立刻就喷出一口鲜血 双手捂住屁股被踹的位置 到底抽出了几下后啊,便一动不动了 啊,死了 那花山青年一愣啊,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 神色露出费解的样子 王林站在半空,默默地望着远处那花山青年 对方的样子呀,有所改变 但他确实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疯子 那花山青年使劲摇着扇子 绕着许立国的一动不动的身体 转了几圈,又踢了几脚 嗯,装死是吧,敢在本王面前装死 告诉你,本王以前就遇到过一个装死的 诶,是谁来着 那嘀咕中啊,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索性就望了地上的许立国 一脸嚣张,大摇大摆地向前走去 途中一切修事啊,在看到他之后 均都是皱眉苦笑,连连后退避开 参见王爷 一路上这样的声音呢,持续不断 那花山青年呢,得意非凡 走过中,嘴里还在嘀咕 嗯,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呢 莫非我哥哥选妃不成 诶,罗老头,你这是怎么了 老了不少,看起来好像是您儿了 这花山青年呢,在那之前与王林出手的老者面前一顿 睁大了双眼,立刻大声地吼了起来 谁敢欺负我家小花花的爷爷 奶奶的,我要教训他 罗老头,你说,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你说呀 那花山青年呢,撸起袖子 使劲摇着扇子,大吼不断 是不是他,一定是他 我早就看这个家伙不顺眼了 明明一把年纪,偏偏喜欢做出这么嫩的样子 就是你了,我恰死你 花山青年呢,一直那先到殿前皱眉的国师 快跑几步,似要去掐死对方的样子 眼看他就要冲过去 却见始终在后啊,紧紧跟随的那青衣少年 一把抱住这青年的腿 我,王爷 他,他是国师啊,王爷 我们回去吧 那少年吓得面色苍白 任凭花山青年甩脚,也都死不松手 他欺负小花花的爷爷 我岂能放过他 你这奴才不松手是吧 好,我带您一起去 那花山青年呢,再次使劲扇着扇子 索性拖着那少年呢,露出凶狠的样子 似乎说什么,也要去掐死那国师 王林在半空,望着下方的疯子 沉默中神色露出复杂 他来到这组成,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个往昔的好友 如今是否还能认出自己 他看着对方不断地扇着扇子 拖着那持续相劝的少年 一步步走到了那仙道殿前 远处的许丽国依旧倒在地上 不过双眼却是快速睁开 看了一眼远处的花山青年后 便立刻毫不犹豫地再次闭上 道飞 就在那花山青年 或者那青衣少年来到了国师面前 凶狠的自制压 双手抬起要掐起脖子的一刻 从那仙道殿内 传出了仙皇无奈的声言 你干嘛 我选妃 你选妃竟然不告诉我 你你你你你太过分了 那花山青年呢 恶狠狠地看向那殿内龙椅上的仙皇 道飞 不要闹了 今日是你恩公的册封大帝 看到你的恩人 还不去拜见一下 仙皇话语悠悠而起 更有一股柔和之力散出 把疯子从那国师面前推开数十丈 恩公 那花山青年一愣 恩公 真的是你 我找了你好久好久 真的是你 那花山青年转身呢 目光在下方人群一扫后 又看了看半空的王林 你你在哪 哥 哪个是我恩公啊 王林默默地望着眼前的疯子 他看得清对方的双眼内 没有丝毫对自己的记忆 轻叹一声 王林身子慢慢落下 站在了疯子的前方 疯子 王林轻声开口 疯子 你才是疯子呢 你敢骂本王 告诉你 本王可厉害了呢 那花山青年呢 瞪着双眼 向着王林大吼起来 恩 你 你不会就是我恩公吧 疯子揉了揉眼睛 绕着王林转了几圈 那青衣少年呢 此刻也不再抱着他的身子 而是起身 站在一旁 小心伺候着 嗯 好了 就算你是行了吧 现在也见过恩公了 我问你 谁把我这小花花的爷爷 打成那个样子 是不是他 那花山青年呢 一直远处皱眉的国师 向着王林怒吼问道 道飞 你若再胡闹 我便再次将你关起来 殿下是策封大典 罗公挑战你恩公失败 与国师没有关系 你给我退下 仙道殿内 传出仙皇 似有些怒意的声音 啊 这花山青年一愣 似一时半会儿 有些理不清头绪 他眨了眨眼 一把抓过 跟在身后那青衣少年 你帮我捋顺一下 我有些迷糊 小花花的爷爷 不是国师打成那个样子 那是谁打的 他挑战恩公 我有些迷糊 你快分析一下 那青衣少年呢 一脸苦涩 看了看王林 又看了看这花山青年 低声开口 王爷 我们还是走吧 啊 我想起来了 我 我们还有一丹 一炉丹药 正在练制 回去晚了 怕是丹药就废了 这可是你要送给 孩子天尊的丹药啊 啊 丹药 对呀 我还在练丹呢 那花山青年 愣了一下 好似猜想起来 立刻转身就要离去 但他的脚步一顿 转过身 看着那青衣少年 嘶吼起来 不对 小花花的爷爷被人打了 真是我还记得呢 你你你 小红 你别装死了 给本王找出 谁打的小花花的爷爷 本王有赏 那花山青年呢 使劲扇着扇子 向着远处装死的 许丽国一声大吼 那许丽国呀 猛的睁开双眼 一个个高蹦而起 脸上露出鳄鱼之色 连忙跑了过来 一副凡间捕快的样子 目光 先是看了一眼 那苦笑的罗家老者 随后啊 又看向王林 只是啊 在他的目光 与王林双眼对视的一瞬间 这许丽国身子 默然一颤 这种颤抖 来自其灵魂深处 他呆呆的望着王林 好似有种梦幻的感觉 似乎在什么地方 曾经见过对方 曾经那么的熟悉 沙 沙星 这 许丽国下意识的难难 似有什么记忆 要苏醒一般 但就在这时啊 他却是被那花山青年 一把抓着肩膀 猛的摇晃起来 这一晃中啊 许丽国猛的清醒 面色苍白 指着王林身子连连后退 是 是他 就是他 王爷 就是他打伤了小花花的爷爷 好啊 原来是你 那花山青年呢 怒吼 扇子也不扇了 一把上前 双手掐着王林的脖子 一脸恶狠狠的样子 嗯 我要掐死你 掐死你 王林闭上双眼 隐藏了目中的悲伤 他知道 傻子 没有洞府街的记忆 刀飞 下去 一声带着怒意的声音啊 从仙道殿内传出 与此同时 仙皇的身影 走出了大殿 其右手一挥 正掐着王林脖子的 花山青年 顿时 身子呀 如柳絮一般 向后急速退去 那轻衣少年 与许丽国 连忙跟上 不敢独自在这里 飞驾进兵 把他给我送出皇宫 不允许再进来 仙皇皱着眉头 低喝一声 你等着 你敢打伤 小花花的爷爷 这事本王记住了 花山青年的声音 慢慢远去 当王林双眼睁开时 他回头目光内 依然没有了疯子的身影 有的只是传颂镇之盟 一闪的余光 道飞自从回来后 就是一直这个样子 既有些模糊 有时清晰 或许当他清晰时 可以认出你来 仙皇清探 这一刻的他呀 看起来 似不是大天尊 也不是先祖之皇 而是一个哥哥 王林沉默 没有开口 他来到这祖城 就是为了看一看疯子 如今看到了 即便对方失去了记忆 但他已无憾 内心有了理 挑战的仪式 不须进行了 王林 你能闯过十七层天尊涅 今日 朕册封你为 先祖第四十九位 岳天尊 你既有白发之称 方才又获得了 那天师寿炼化后的白发 则朕 则朕赐你白发 岳天尊称号 但凡 五先祖岳天尊 都有一次进入 先祖 闭关之时 感悟的机会 在那里 你会获得 巨大的造访 为你日后成为 大天尊 打下坚实的基础 甚至 在先祖 闭关之地 你的修为 也会增加不少 这种机会 就算是先皇一脉 一个人一生 也只有三次而已 至于非皇 非血脉之修 则唯有成为 岳天尊时 才可被临时 赠予这样的机会 此事极为难得 王林 你与朕之前 有所误解 朕希望就此过去 你在先祖 闭关之地 好生感悟 则我 争取早日成为 先祖第六样 更成为 先祖的动良之辈 再诉先祖之威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脉 更多精彩有声书 敬在 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